周二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走 周二 不是 你到底想干嘛 你告诉我啊 我那边真应酬了 我特地跟老板抢了家过来把礼物拿给你 直接拿给你爸不就完了吗 到底还要我干嘛 我什么我想怎样啊 今天我爸过生日 你就拿了这破礼物来顾论我 你含着谁呢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家 不是 我怎么就看不起你们家了 我今天给你爸电话也要打了 红包也发了 到底还要我怎样啊 不是 就五百块钱红包你也好意思提啊 我爸坚果打电话还说你call呢 你不跟我回家跟他过生日 不是要盼着给你提那十万块钱的事吗 不是 十万块钱你爸还好意思说什么啊 你弟结婚凭什么让我拿十万 你弟而且结婚要开在我们婚级前的 你爸老的是怎么想的 你告诉我 而且你也不看看你弟被你一家人宠成什么样了 每天游手好险 蛋白有个好工作 我可以把这十万块钱借给他 我借给他 他拿什么还给我 你来现在的状态 你现在给我算这么多情绪吗 我告诉你 没有这十万块钱 咱俩这回也别结了 分手你听不懂啊 不 你能不能别一吵架就拿分手来威胁我 我钱也不是大碰刮过来的 以后咱们结婚也得花钱吧 十万块钱我给不了 我可以两万总行了吧 两万 你打发又要换了呢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就值两万块钱是吗 我告诉你 我以前替你答应我罢了 这十万块钱你拿也得拿 不拿也得拿 少一分都不行 不行 大家就分手 你拿分手威胁我是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上班了吗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每个月赚的血汗钱 我说过你什么吗 你有什么权利在你爸那替我做决定 而且你爸过个生日我不去他就过不了了 是吗 那我想问你一下 我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去了吗 我妈过生日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我真的很想给某些人留点面 但某些人是真的不要脸 我妈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转了五百块钱吗 我让你转给我妈你是怎么做的 你自己秘了三百给我妈就转了二百 但凡有点良心的人会这样做吗 天天拿分手来威胁我 不就是想分手吗 不就是不想结这个婚吗 行 我同意行吧 从今以后 他妈不要再来烦我 不是钟啊 起开 起开